在西藏高原的沙漠中 有一片用石头摆出的整齐阵形 这是某种遗址还是另有传说 这里是玄游轨迹 我们在西藏边境旅游 在海拔4000米的沙漠中 发现了路边的大型石头阵 你有可能以为外星人来过这里 就很奇怪的一个 本来这个地方就我觉得就有点像外星球 火星 对 有点像火星 旁边都是干枯的 就是没有生机的感觉 而且我们站在这里没有人 你个人都会有 那边好多路已经被沙子掩埋掉了 这个是我们在这条火叫做 沙漠里藏坡旁边 然后这个整片整片都是沙漠 因为我们是从定节赶往定日的路上 没想到西藏还有这么大片的沙漠 上次见识在雅鲁藏坡江边 高原中的沙漠 沙漠中的方格 这让我们回想起了之前 在西藏雅鲁藏坡江边的草方格 草方格是用来制沙 而这石头方格也与草方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这里的制沙和其他地方制沙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我们这块都是用石头来累 对 弄到方格 这个是第一次见 因为在咱们内地其他地方制沙 或者是新疆我们见到都是那种草方格制沙 因为它会阻挡沙子的移动 但是这里直接是用石头累去 特别有那种骑这么特色 让我想起了马尼堆 为啥这里会用石头累呢 我们看一下周边一棵树都没有 对 就是干干枯 连颗草都不好找 就是只有山 对 只有山和沙子 所以说这边应该是硬地之一 取的是这边的石头 然后累成这样一个一个 石头特别有特色 而且这种石头呢 可以看它其实挺坚硬的这种石头 这是这种硬石头 那种硬石 我们也累两个 我们也帮忙制个沙 我们呢在帮忙制了一下沙之后 就要继续前行了 主要是这个真的很有特色 第一次见 我们见过草方格 没有见过石方格 对 不仅是这边 路对面也是有的 我们这边更壮观 你看一下 站在这块 其实你从远处看 如果你不提前知道这个是 制沙的话 你有可能以为外星人来过这里 对 就很奇怪的一个 对 一大片全是这种石头 累成的这种制沙的方格 即使在西藏高原 制沙也没有停止脚步 当地人因地质疑 找来石头阻挡沙漠流动 以保护沙漠中的公路不被掩埋 正是这样的不懈努力 才能把旅人送往远方 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便利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